浴室里头水声稀里哗啦 仔细看这水不是从脸蓬头来 全是由天花板从天而降 浴室乌琪玛黑因为大量的水 从浴室天花板往下冲 就怕是水电管线有问题 吓得住户连灯都不敢开 我一下班门一打开 第一个皮鞋就踩到好像水池一样 第一个我看到怎么有水声 原来就是就跟那个video呈现的 就是它是从天花板下来 家里变成小瀑布仔细检查 才发现是管线出了问题 后来检查是天花板里面的 那个管线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是比较离谱的是 这是一般住户不会去碰到的地方 这个它的管线 就是突然不知道为什么爆裂 必须是一辈子才买这个房子 我就是希望他们能重视 这个建设的品质 这名住户说他花了三千多万 买了这一户房产 没想到才住了一年多 就出现这样的漏水情况 等于说它的除热型热水器 有渗热的时候 我们在第一时间 我们就已经赶快找 我们的受服人员 赶快接触跟修缮 不到两年的新房子 却出现暴水管问题 建商允诺积极处理 希望能够尽快帮助住户修缮 能够住得安心 记者江国锋 赵慧文台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